行 那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婚后她变了的呢 结婚以后 我觉得她的脾气怪异 怎么理解 她怕油 怕炒 比如说有一次感冒了嘛 她发烧 然后我炒的鸡蛋 然后弄的红糖水 给她端个气 我说你别起来了 我就喂你嘛 你享受一下她常常躺着 妻子对你的照顾 喂她的过程当中 可能我有一个指头上蘸油了 她一看见我那个手指头的时候 她的眼光就马上就很恐惧 坐起来 然后就把我推出去了 然后把门就插上了 让我一点都没有防备 我就非常的受伤 我说我怎么了 我又做错打电 在这边我从这个小的时候呢 有过一次不好的经历 我也是感冒 妈妈就用这个汤药 强行地让我喝下去 我觉得是一种被压迫的感觉 当时呢那个场景 我就把小的时候 这种痛口的回忆呈现了出来 第二个呢 关于油这个事呢 也是大概在二十年前 我自己的爸爸 因为一桶油 他摔倒了 这一桶油就把他的手腕给骨折了 所以大概在二十年前 我就对这个采取了心理上的恐惧 这两种原因导致 那天我的情绪有些过于激动 这个事后你们聊过吗 这个事情好像后来也没有合适的时间 做一个聊 应该聊一下嘛 聊一下不就聊开了吗 然后还有他开车 你知道我们恋爱的时候 他放那个娃迹啊 什么情网啊 他特别会唱歌 还会吹口哨 真的是非常浪漫的一个男人 他那个车我也特别喜欢 是七个座的商务车 枣红色的 特别美 车里干干净净的 我们就经常听歌啊 听人听诗啊什么 我就很享受 当结婚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吧 他就不让我在车里说话 他也不放音乐了 我只要一说话 他就说闭嘴 这个时段应该是早晚高峰的时候 路况比较复杂 从我的角度来看呢 影响了我开车 我有几次我就提醒他 我说尽量别跟我在车上闲聊 是这样 他也不让你吃东西 我们早上我们开车 有的时候我就在上车早餐 节省时间化化妆 他是不准吃油条 豆浆都不准吃的 掉一个炸点都不行 唯一是何事情都是这样的吗 你看表面的时候 你要一深想 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为什么一个车 会一尘不染 他是有要求的呀 对吧 我不觉得他是怪吗 怨还是怨你们时间 接触得太短嘛 就是你并不了解他嘛 或者你并不深入地了解 我倒觉得也没什么呀 就是他一个人 四十多年的习惯嘛 他就习惯了这样 但是我不习惯呀 我要过正常的生活呀 所以你把他这个界定为不正常是吧 对 他还怕什么呢 他怕吵 比如说我们上地铁 其实我说话声音是挺轻的 他是不让说话的 然后他会跑到另一个车厢 又跟我分开了 这是为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公共场合 尽量地考虑别人的感受 还有什么让你觉得变了的呢 还有一次也对我很伤害 我家是烟台的回青岛 下了地铁以后我们饿了嘛 我有点低血糖 然后我们就去快餐店里吃饭 吃饭他先炒 他旁边会有小孩玩嘛 但他就不行 然后就换了个安静的位置 结果也不行 他就我不吃了 我走了 他练的行李又把我撂了 我又有种被抛弃的那种感觉 当时的情况呢 是我们从高铁回家 这个快餐店呢 离家很近 我们落桌以后啊 就来了两对家长 他们带了大概有三位小朋友 还是很欢快嘛 然后我就挪了一个位置 之后呢 他们就在那里面呢 确实声音很大 超出了正常的玩耍的声音 那么我一想 我不能干涉人家的自由 我就跟他说 离家这么近 我说我把两个拉杆箱 我先带回去 然后呢 就餐完了之后啊 再往回走 我当时 可能是考虑到 我自己的情况 因为随着年龄的变化 心态也不喜欢浮躁 你有孩子吗 有孩子 孩子今天多大了 21岁 小时候谁带孩子呀 小时候是我带 那个时候 跟孩子也能再玩 玩到一块去 但是现在这个阶段 好像心里面就 没有那么多耐心了 理解了 还有别的吗 那就是他的极端 你看他现在说话那么近 他跟你生活在一起 他是冰雪两重天的 怎么理解 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包饺子 我说你切韭菜我调面 他一会出来说我切完了 我进去一看 他把一根韭菜切了三段 这咋包饺子呀 我说那个韭菜和葱 是切得很碎的 他说他没切过 我说50岁的人 还有没进过厨房 不会切韭菜葱的 有 有 有那个不会 确实不会 你们都是天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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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是天使 天使在人间 我觉得当时很奇葩 我就告诉他 我说你切切切 他是这个人不让说你知道 他又把我推出去 就和那天感冒的一样 啪厨房门又给插上了 不让我进 但是让我就很堵 我就感觉我这样 慢慢我就郁闷 真的 这个生活弄得一滴几毛 事实上呢 是我没有包过一次饺子 我也从网上视频当中学的 这个切的长短 也确确实实是 视频当中就那么焦的 然后呢 我在厨房里面的时候 我想在半小时之内 就把它完成 然后它挤进挤出 有点让我乱 我有点守住不错了 我就把它推出去了 最后呢 这个饺子包完之后啊 我记得好像是吃得很光 它还是挺满意的 嗯 我是很满意的 我谢谢你